接下来我们要送的东西叫做外地质盈利 地球表面上会有一些种种的变化 这些变化我们就总称叫做地质作用 地质作用 组成啊 构造啊 然后会造成地质作用的力量 专有名词叫做地质盈利 讲下来欺骗社会一项 显示你有学问别人听不懂吗 就是力量 会造成地质作用的力量 我们称之为地质盈利 盈利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外盈利 一种叫做内盈利 我们这边现在要教的叫做外盈利 外盈利 后面我们会教到内盈利 我们现在要教的是 这一次段考考的是外盈利 外部 外地质盈利 OK 外盈利就是这个力量来自于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 它会造成四种作用 风化 星石 搬运跟成绩 这四个作用就是我 后面要跟你上的内容 我后面就要跟你教风化 教星石 教搬运跟教成绩 力量来自于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的 就称之为所谓的外盈利 外盈利 这个作用叫做外盈利作用 它会有风化 星石 搬运跟成绩 如果这个外盈利都是一些戒指啊 透过重力或者大气的循环运动来产生种种的影响 我们上面有颜色写的字就是我上课会教的 我上课会教到河水 会教到海水 会教到风 会教到冰 我们课本上面没有讲到雨水的盈利作用 也没有教到地下水的盈利作用 都没有 你就教这有颜色的几个字 河水 海水 风跟冰 而借着它的大气的环流 借着重力什么什么的影响 产生一些作用 那这要做外盈利 内盈利就是来自于地球内部的 沿江活动或者是地壳的相对于未来要教所谓的板块运动 然后像地震啊 火山啊 折奏 内年学测考了一题 内年学测在考内一题的时候 其实课本并没有特别教火山 刚刚考了一题火山 然后问了一些啪啦啪啦 问了一些问题 内一题你只要知道火山是内盈利 你就会写答案 好 关于下列叙述和正确 然后罚罚罚罚罚罚的这个是怎样 你只要知道火山是内盈利 答案就出来了 就有答案 OK 好 所以来自于地球内部的沿江活动 来自于一些地壳的相对运动 未来的这要是反壞运动 这个作用 有地震火山啊 折奏啊 断层 这个叫做内盈利作用 我们未来才上 基本上外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平 內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突 剛才的內體火山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外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平坦 內營力會使得越來越突 我看過一本偉大的參考書說 不一定是這樣 比如說黃土高原這種屁話 不要理他 我說就是對你 外營力就是越來越突 內營力就是越來越突 對不對 不要把它寫 希望他們寫了什麼東西 就這樣 考試也是這樣考的 考試也是這樣考的 OK 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字 第一個叫風化 什麼叫風化 凡史延時破碎輸送的作用 叫做風化作用 基設考過一體 下列何者是風化作用 你只要記得風化是指延時破碎輸送 你就會回答 你就會回答 反而是指延時破碎輸送作用 就是風化作用 然後呢 還有它大部分是發生在跟水跟大氣交際的地方 碰到水的地方 碰到空氣的地方 啊就會容易產生所謂的風化作用 但是 地球內部也可以有 只要有水 有空氣 有生物能夠滲得進去的 就可以發生風化作用 只是可能速度會比較慢一點而已 簡而言之就是只要能夠碰到生物 只要能夠碰到水 只要能夠碰到空氣 就可以有會產生所謂的風化作用 風化作用 即使是地球內部深處也可以有 風化作用呢 不完全是破壞性的 剛才講說它是一個使鹽石破碎輸送嘛 好像就是破壞 沒有 它有建設性的成果 比如說土壤 土壤 風化的最後產物是土壤 好 暫停 以前 地科有交土壤 地理也有交土壤 現在地科不交土壤 地理好像也不交了 如果你們地老師有跟你們補充 土壤 什麼零基層 零B層 R層 C層 那些東西的 一補你們地老師有補充 那你就把它看一看記一記 如果沒有它就算了 就算了 那對地科而言 現在你只要知道 風化破碎疏鬆 但不全然是破壞性 它有建設性的成果 土壤 因為很多植物的土壤都需要什麼 都需要土壤 所以它有建設性的效果 而控制土壤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氣候條件 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原來的石頭不一樣 會在相同的氣候之下變成相同的土壤 所以原來的石頭不同 最後的土壤相同 因為我們的氣候相同 所以我們說控制土壤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氣候 就這樣看一看技巧就可以了 好 風化 風化有兩種 一種叫做物理風化 一種叫做化學風化 海本乾燥地區以物理風化為主 溫暖潮濕地區以化學風化為主 單毀你就知道為什麼 單毀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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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它就跟 你化膠過的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一樣 它不是完全分 它是說是互相在一起 同時發生得彼此互相促進 物理變化促進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然後同時發生 兩個會同時發生 好 這個是以前喜歡考 現在不看也考得很少 就是以前會考你 什麼風化是物理風化 什麼風化是化學風化 但是上一次學測就沒有分 就只問你誰是風化 誰是風化 沒有再去分物理還是化學 以前會考什麼是物理風化 什麼是化學風化 物理風化就是風解作用 石頭從大塊變成小塊 老師問你 何者是物理風化 只有一種形形是物理風化 石頭從大塊變成小塊 只有石頭從大塊變小塊是物理風化 其他全部都是化學 黏土吸水膨脹 吸水膨脹是大變小嗎 不是啊 不小變大 是什麼風化 化學風化 石頭從大塊變小塊 石頭從大塊變小塊 分解作用 大塊最成小塊的是物理風化 其他的全部都是化學風化 岩石從大塊變小塊 叫做物理 其他全部都是化學 水結冰體積膨脹 水結冰體積膨脹 是物理風化的最主要作用力 這個最主要不是指他最常見 這個最主要指的是他的力量最大 他的力量最大 這個水結冰體積膨脹 是李化老師教過對不對 那什麼地方這種 這個你們去年的學長有考過 這個你們去年的學長有考過 什麼地方這種物理風化 你這樣強烈 零度膝上降 為什麼 我希望他白天是水 滲到那個石頭縫裡面 然後晚上結冰 撐開 撐裂 產生新裂縫 然後白天再變成水 再滲到新縫縫裡面 晚上再結冰 再撐開 反覆的作用 所以叫做最強烈 你如果難急啊 結了一支運動之後 沒了 就撐開 你還是熱脹的 你說越南反而越強 越南反而越強 不會再反覆作用 所以零度膝上下變化的地方 這種物理風化作用最為強烈 那還有什麼物理風化呢 熱脹冷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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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力量很小 破壞力不大 科學家把岩石加到好熱好熱 丟到冷水裡面去 那個裂縫要用熟硬的看得到 所以但是沒有關係 大自然有的是時間 慢慢凹 好 膨脹收縮 膨脹收縮 等到一百萬年已經會睡掉 慢慢來 生物 食物根的生長 看過嗎 一片水泥地 砰爆出一根小草 砰出來 食物的根生長粗大 撐開石頭 讓石頭裂開 這樣也叫做物理風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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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